2019年8月4日 澳洲墨尔本灵活关怀 东南部维多利亚州 三月初班亚皮州立公园 因高温加上闪电雷击 引发森林大火 住在公园附近的几十户家庭 被迫撤离 墨尔本辞地志工 李美照和夫婿一肩挑起 前看任务 他们一直问我们 你也想帮助这家庭 所以我们都说 如果他们遭遇到灵状 我们一定会帮助 在四月和五月展开发放 这也是墨尔本辞近人 第一次的灾灾发报 我们很幸福 今天来到这里 你们都是美丽的人 我们感到很幸福 你会帮助我们 你今天帮助我们 但当我们回到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这很棒 志工本日在隔飞社区 举办茶会 四十多户受灾民众 带着竹筒回娘家 回馈这份救助之情 谢谢你们 帮助我们来 和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需要 真的 真的 您都給了我們所有的幫助 我們都非常感謝他 2015年8月4號 緬甸豪雨勘災發放 緬甸發生40年來最嚴重的血患 境內14個行政區 就有12個瀋邦受災 仰光磁力至公4號分別 前往災情最嚴重的 蒙玉瓦和不德林勘災 車程將近12小時 仲災區蒙玉瓦鎮 拿籍村 全村幾乎被水淹沒 道路成河 以周帶車勘察災情 不一樣的 接觸點嘛 你來看 這裡是死鐵盆嗎 不然換換了 不然換換了 那幾個雞的 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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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災與發放同時進行 除了慰問金 還有15樣民生用品 同時舉辦一診 並且教導如何使用淨水片 2003年8月4號 協助心理疾病患者走入人群 花蓮瓷苑設置精進小站 販賣患者製作的手工品 以及二手物 走工的嘛 他們也是做蠻久的啊 給他們就是 雖然錢不多 可是算是給他們一種鼓勵 除了自製商品 也要負責販售與顧客互動 踏出回歸社會的第一步 工作其實是可以帶給病友們更多的一些 自我價值感 在自尊性上的一個提升 藉由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機會 然後做為我們復健的一個媒介 然後協助他們能夠回歸社會 2020年因設施老舊 重新裝潢 同年8月熱熱鬧鬧開幕 廖先生從店員做到店長 照顧客人得心應手 我覺得我的精神 應對客人都很能得心應手 也不會說害怕 與人際間的接觸 有恐慌的感覺 謝謝 謝謝 謝謝